我們剛剛做的就是把這個101、102核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排名 不過你會發現排名其實除了說用那個什麼RANK.EQ 裡面的話你其實可以 剛剛我們是選取某個儲存格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定義成一個名稱 所以這邊我是定義好一個名稱 名稱的話就是第2點選Ctrl-Q的向下 然後呢 給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叫什麼 叫做合計 有沒有 那將來的話你連選都不用選 那將來的話你RANK.EQ你的公式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RANK的話也是合計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那REF也是合計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子 如果將來呢你給他的 資料 假如說呢他這個是一個範圍 可是呢如果他這個LUMBER他只需要一個的話 他只會抓那個範圍裡面同一列的這個資料 所以他只會抓這個 有沒有抓到這邊來 OK 那REF裡面需要的資料什麼 需要的是一個範圍 所以他會把整個範圍的資料 通通抓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抓過來的是一個大瓜壺有沒有 其實大瓜壺指的就是一個範圍 那也就把所有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通通抓到這邊來比對 把他的成績 跟所有範圍比一下 排第幾個他就回來了 有沒有26 所以喔 1號出現的機率喔 排在第26個 OK 那其他的話呢你想說老師那我需要做什麼 加個錢的符號鎖定 你會發現喔 其實如果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有個好處 就是呢 完全不需要再加什麼錢的符號 為什麼因為那名字固定了 所以呢你只需要做什麼 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向下填滿 底下你會發現這個公式有沒有 都長一樣耶 有沒有 那另外同樣的啦 這個合計我剛剛不是這個 這個加這個嗎 那其實也是一樣 我可以什麼 把這個範圍 檢收去的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 叫什麼呢 叫 上面這個名稱就是 101 101年的機率 那101年我剛剛講過喔 因為 這個第一名稱的開頭 前面第一個字喔 不能夠數字 所以我前面加個底線 有沒有 這個範圍 他的名稱叫做 101年的機率 那這個範圍就是 102年的機率 有沒有一樣 選起來 然後10 前面加個底線 OK 然後呢如果合計的話呢 那以後 我們這個合計就不需要這樣 我們就等於 等於什麼呢 這個 所以F3 其實這邊也可以按F3喔 然後101年的機率 就是這個欄位裡面的 相對的那個內列的資料 加上 加上什麼呢 加上在F3 有沒有 然後102年的機率 帶過來 也就是這個地方喔 好處就是說呢 我所有地方呢 通通可以用什麼 用名稱 來代替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跟那個 VBA有什麼關係 跟各位講喔 如果跟VBA 非常有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你會發現輸出的資料 公式都長一樣 那如果我配合VBA的話 一個字都不用改 直接輸出就好 OK 所以喔 待會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個 如何把BCDE欄 先清掉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要把公式再輸出 有沒有 假設你今天新的資料 先清掉對不對 然後今天又有一個新的資料過來 那你就什麼 按下新資料 更新 OK了 你的報表就完成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 再來 第二個部分喔 如果我希望喔 幫我把什麼呢 排名前七名的顏色 變更一下 比如說喔 幫我把那個 前 這個第七名的 塗個顏色 也許加個什麼 加個底色吧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然後 再來的話 第六名 第五名 可是以前的做法是 你要眼睛看 判斷 如果這個裡面的資料 排名的這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 小於等於7的話 把它同一 列的A藍的底色 改成 黃色 那怎麼做 我先把它清掉 格數要清掉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它 它就可以幫我完成 剛剛這樣的動作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第四名 第六名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條件 是符合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它底色 改成黃色 這個地方喔 那當然啊 如果你突發煉鋼 你就慢慢點嘛 可是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那可以馬上完整 那格式化清除就把它清掉 恢復成原來 沒有塗顏色的狀態 那最後的話就是 把那個前七名的資料列出來 列在這裡 有沒有 馬上列出來 清楚 OK喔 所以 待會的話呢 我們主要 就是把 這 六個按鈕 的程式 把它撰寫完畢 那當然怎麼做啦 首先第1個 我們 撰寫程式一樣先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你撿到那個 Visual Basic 那我這邊的話 我先拿另外一個範例 完全還沒做的 這個 OK 這個是空的 那首先的話當然第1個 我們就 先開啟那個 Visual Basic 在哪裡 特別說開發人員 這個要打開 那如果你要撰寫程式的話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在你的這個檔案 我先把這個先 先關一下 當你打開 Visual Basic之後 應該會看到的就是 這邊理論上應該是空的 那請你找到 跟這個檔案一樣的那個 專案名稱 有沒有 我現在這個檔案是 范利 康利福 那你要找一下 應該是哪一個 在這個 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呢 原來是沒有模組 所以我先把這個模組先移掉 原來這裡面沒有 按右鍵 請你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撰寫程式 我前面講過 就是你可以在模組裡面寫 那我要寫第1個按鈕 什麼呢 就是樂透彩 所以請你在這邊打個 Sub 空一格 那名稱叫什麼 樂透彩 有沒有 反正呢 按鈕上面的名稱叫什麼 你這邊就叫什麼 Sub 樂透彩 Enter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字太小 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字放大了 把它字好改12號 把9號太小了 OK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希望 可以幫我把這邊 的範圍裡面的資料 當然呢 我們在寫的話 就是輸出 LB C D 伊蘭裡面的這些公式 可是要寫的話 特別注意 首先要跟它講範圍 按個TAB鍵 範圍的話 是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我要輸出範圍是 For I等於 第幾列呢 第2列 因為我這邊的話 第2列 到最下面 Ctrl向下 到第43列 所以呢 我的程式很簡單 For I等於 2到43 Enter兩下 打個NAS 接下來的話呢 跟它講說 我要輸出的那個儲存格 它是 B蘭 的這個公式 B蘭的這個公式 那我接下來 我先完成 B蘭 SELS 瓜弧 第I列的B蘭 等於什麼呢 先打兩個雙以後 這個兩個雙以後 再看清楚 再來把這個公式呢 貼到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把這個公式呢 貼到這個雙以後裡面 那怎麼貼 不過貼的時候要注意幾個部分 我先把這裡面的這個 選取複製 再清楚 記得把這個公式 選取複製之後 記得按一下清除 因為如果按清除的話 你會切不過去 因為它這邊 游標現在在資料編輯列 點不進來 記得啊 取笑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面來 貼上 那檢查一下 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有的話 把它變兩個 這個好像看沒有 OK 那 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執行它啦 你會幫你執行 你注意看喔 因為我主要是針對B欄喔 所以呢 我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B欄的 第2到43喔 所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出來了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裡面每一個 奇怪怎麼都是A2 A2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這個地方的話 你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2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A2 它 假設輸出是固定的 它就沒辦法往下 那怎麼把這個2 改成I 還記得吧 把這個2 選起來之後 你可以把那個口學 先跟各位講過了 刷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這個I 串在 這個字串當中 然後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把它執行 這個OK了 那 C怎麼做 C應該是 蠻簡單的 你只要什麼 把B的部分完成之後 Ctrl C 然後在它下一行 Enter一下 把它貼上 直接改什麼 這邊改成C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再輸出 那底下這邊怎麼改 其實你就把公式嘛 其實它是101改成102比較好了 如果你定義名稱的好處 就這樣就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執行 其實輸出都OK了 其實這邊看不出來了 如果說我現在把這兩欄 把它清掉 再執行一下 這個OK了 那合計 到底也是一樣 合計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它輸出的資料 一樣呢 前後算以後 C欄 應該不是C欄 應該是D D的話應該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公式 因為我剛有定義名稱 所以你們如果假設有定義名稱的話 你就定義名稱 如果你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B2加C2貼到這邊來 但是問題 如果你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那這個2跟這個2 就要把它改成I OK不然的話呢 它輸出結果會是錯誤的 改成I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加個I 然後把AND符號 前後空白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兩個移到中間加個I 然後 不過啦 當然這邊順便講一下 這邊後面有個AND空的啦 其實這個是多餘 你可以把它刪掉 不刪也沒關係 資新 這樣合計就OK了 那排名道理也是一樣 所以排名最後的話 我把這個排名給講完 這個地方排名 排名的話就是 把這個上面的東西 複製下來 改個E欄 CBCDE 然後一樣 後面加兩個 雙以號 把公式貼過來 公式的話是這個 那我剛剛這個有把它 定義名稱算 我這邊 定義名稱的話 Ctrl C 然後把這個 Ctrl C的向下 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叫合計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把它改成用名稱的話 這個就是F3 這邊用合計 這邊的話呢 F3 也是用合計 那如果將向下填滿 如果把這個公式呢 放到我們的 VBA裡面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樣 貼上就可以了 一個字都不用改 如果你是用名稱的話 好處 就是 完全不用改 然後呢 執行一下 OK 那當然呢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SUB到NSUB 複製一份 把它改成叫 樂透仔清除 那 樂透仔跟樂透仔清除 其實只有 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 BCD後面 通通把它變成 兩個雙以後 就是清除了 也就是說呢 這邊呢 不要輸出任何公式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其實喔 清除的話 就直接拿 樂透仔 複製下來 直接執行 這樣就沒了 清除 執行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按下 清除 就把剛剛的公式拿掉 那輸出的話呢 就是這個結果 OK 把重點 說明 1 請你開啟 V用BASC 然後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第一個就是樂透仔 SUB 樂透仔 Enter 然後 For I 等於 2到43 然後分別輸出 BCD 依然 後面公式 然後再來就是清除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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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